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新賽季的德格聯賽將於本週末開始 德國名宿馬圖斯希望看到一出現一場四方爭冠的競爭 並談到他看好的球隊 馬圖斯認為拜仁無疑是其中一支奪冠的熱門球隊 此外就是剛剛擊敗他們的萊比錫 萊比錫失去了幾名主將 但他們在莫尼克三比零贏了拜仁 我認為說他們是奪冠的大熱門還是太早 但我希望會有一場四角競爭 一個有些令人意外的選項是利華古信 馬圖斯說到 我會說藥廠都是其中之一 他們在結出的主帥沙比亞朗蘇達領下 以及得到很好的補強之後進行了春運的備戰 只要另一支都將參與珍冠的球隊在多蒙達 馬圖斯則建議說到 我好欣賞申援App尼美茶 並且如果是我的話 我肯定還不會在後場隱瞞更多豐富的球員 麥斯、曉武斯和尼高舒洛達碧克總是受傷 後衛人員儲備需要更加厚實 隊長安利簡是充滿動力的 他也是更為穩定 對於多蒙特來說 依然一切皆有可能 多謝收聽 記得按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